克里姆林宫精心设计的普钦电视秀再度上演 这次找来了俄军士兵的妈妈 普钦语调轻柔 视线不断往下看桌子 俄军在乌克兰战场死伤惨重 普钦用这个机会安抚生气的士兵妈妈 但这群人乖乖听讲恐怕是客宫精挑细选的名单 真正敢提出意见的士兵母亲委员会 没有一位妈妈重选 普钦一边抚平国内不满 一边狂炸乌克兰 最新一波空袭大众乌军刚刚收复的赫尔松 至少7人不幸死亡 而俄军轰炸主要目标就是电力设施 看看今年1月和11月卫星照片对比 乌克兰明显不再发光 尤其基辅医护人员得在黑暗中帮小朋友开刀 这也让泽伦斯基罕见公开批评基辅市长 同时国际支持没有停 英国外交大臣科维利 中午亲自拜访基辅 宣布追加800万英镑援助 第一遍新闻众报导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